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三国演义与职场 今天和大家分享《逐酒论英雄》 在这一回里面 我们将曹操和刘备的性格进行比较 看看我们在职场中是否能够运用 曹操杀了吕布之后 就班师回到许都 然后迎见刘备去见县帝 皇帝叫人查了家谱 就认刘备为皇叔 有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 刘皇叔 曹操请献帝出城打猎 以观动静 曹操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 当然刘备也是非常有谋略的 但是刘备的谋略 和曹操的谋略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打仗要打赢 需要谋略 职场上要如鱼得水 也需要有谋略 曹操请献帝出城打猎 一观动静 忽然从荆棘里面跑出来一只鹿 这献帝连射三箭都没射中 就让曹操去射 曹操用现帝的弓箭射杀了鹿 文武百官见了 还以为是皇帝射中 高呼万岁 但是曹操就轻视这个皇帝 因为他的能力比现帝强 在职场里面是这样的 下属的能力比你强 下属有可能会轻看你 关于见了 看到曹操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关于那是很有义气的人 关于见了 提刀拍马要杀曹操 如果你要和人 这个义杰兄弟的话 你就要找关于这样的人 义杰精来 必须要找有义气的人 关于是有义气的 对主人是很忠心的 提刀拍马要杀曹操 被刘备拦住了 这现帝回到宫中 想起今日打猎曹操专横的情形 不禁眼泪都掉下来 这个皇帝做得多憋屈 下属亲看你 不把你放在眼里 那你做领袖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曹操 他有谋略 叫皇帝出去打猎 一观动静 然后他又亲看了这个皇帝 所以这个皇帝就暗中 命人想要把曹操给干掉 当然了曹操没被干掉 我们看到曹操是这样的一个人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刘备 这个刘备怕曹操怀疑 有一段时间 他是门也不出 就在后花园种菜浇水 好像没有什么大志 胸无大志 不留心天下大事 连一节京兰的关于张飞 都不明白大哥为什么要这么做 刘备说 小弟大哥自由道理 刘备这个人很会装 第一庄假装 当时的英雄只有我们两个而已 这方面曹操不如刘备会装 他直接就说出来了 当时的英雄就我曹操和你刘备 刘备听了 金的手上的筷子都掉到了地上 就在这时天空响起了一个闷雷 刘备装着怕雷的样子 这是第三庄 第三个假装 装作怕雷的样子 然后去捡那个筷子 其实他筷子掉在地上 是因为曹操的话 不是因为他怕雷 这是第三庄 他就骗过了曹操 曹操为什么不会怀疑刘备呢 他认为刘备胆小如鼠呢 是因为曹操和刘备是不一样的人 如果曹操和刘备是一样的人 也这么会装 那刘备装肯定会被他发现 所以不一样的人就不理解你 那我们要知道 刘备的这个假装 在我们的职场中叫做低调 低调 你就算有能力 你有时候要保持低调 特别是在那些全外比你高的人面前 保持低调 知道的也假装不知道 不要什么都表现出来 免得人家想要干掉你 所以刘备的低调 在职场里面也是我们有时候必要学习的一方面 好 今天我们就将曹操和刘备进行了比较 拜拜